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后 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一家三口的生活相当幸福 令人震惊的是 谈起出道之路 剪场竟透露 都是因为无路可走 这是为什么呢 在她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总是笑口常开 幽默和蔼的爸爸专业户剪场 已经有一定年纪了 虽说她是演艺圈中出了名的养生达人 但在她年轻的时候 并不是十分注重自己的健康 据媒体报道 剪场年轻时在秀场打拼 仗着自己有年轻的肉体 不懂什么健康 养生 每天拼命赚钱 三餐不固定吃 还天天把宵夜当成正餐 后来随着秀场的没落 剪场转拍八点档 掌受剧 每日没夜的操劳 更加消耗着她的身体 长年累月下来 健康还是出状况了 眼睛的黄斑病便常常发作 让剪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毅然决然地放弃拍摄八点档 后来只要接戏 他都会先讲明 因为身体状况不能熬夜 尽量晚上九点前结束拍摄 四十岁那年 剪场的爸爸因直肠癌过世 医生告诉她 这重病会遗传 建议去检查 结果真的发现她的职场上面长了不好的东西 虽然是良性 却也让她正视自己的作息 开始每年固定做剑剑 也彻底改变了饮食 在之前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 剪场什么肉都不吃 只吃鱼和蔬菜 拍戏的话就吃素便当 因为剪场和老婆相差十多岁 女儿那时才刚满二十 为了活得长瘦 她改变自己的习惯 每天六点起床送孩子上课 接着去运动 游泳或上健身房 近几年则又开始恢复吃肉 剪场表示 现在的运动习惯都是早年养成的 她记得刚退伍时认识张飞 两人经常约着一起跑步上圆山 上面有很多长辈在打羽毛球 有一次 一位年长的阿姨约他们对打 她小看轻敌 结果发现真的不容易 从那时开始 剪场就养成了爬山 跑步 打球的习惯 也跟着张飞骑着摩托车到处跑 在五十岁以后 剪场没事就去运动 每周爬一次山 晚饭后散步 天气好就打球 如今的剪场 当年从综艺节目 黄金拍档 走红后 演过 真情满天下 甘为人生 等多部电视剧 亲切随和的个性 深受观众朋友们喜爱 不过 回想这段三十多年的演艺生涯 剪场接受专访时 首次透露会踏入演艺圈 都是因为无路可走 原来 剪场的爸爸是警察 他是家中长子 底下有三个妹妹 一家六口靠着爸爸微薄的薪水生活 就连上市场买菜都经常要翻箱到柜 才能凑足同伴 因警察的职务常常调动 剪场光小学就读了五所学校 同学才刚熟 就又要转学 成绩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不会读书 但剪场唯独爱因乐 虽然没钱上课 幸好小舅舅在中广当鼓手 这也让剪场靠着这一技之掌 在退伍后到纳卡西赚钱 纳卡西龙蛇杂处 剪场经常被黑道上的人拿着武器 指着鼻子恐吓 久而久之 剪场的胆子也被练大了不少 后来 剪场被主唱蛊惑 顶下了一个地下酒家经营 结果赚不了钱就算了 还被想着分一杯跟的警察叫去警局 不给钱就天天找事 接下来他与朋友合作 成了贸易公司的老板 做出口女鞋的生意 剪场讲起这段过往 平淡到仿佛在讲别人的事情 其实这段经历却是他人生中的重大打击 原本公司越做越大 越做越稳 不料却碰上了非洲人 他说 当时是觉得非洲人都不穿鞋子 又挖到石油很有钱 开始买鞋的话不得了 但他们没有信用 几乎都是用骗的 我们又毫无防备之心 总认为按国际法律会受到保障 结果当地海关和银行都是黑的 一个月过后 剪场发现非洲人明明没拿到提货单 却已经把货提领一空 他一时间被吓猛 台湾的银行建议剪场打国际官司 他觉得那不是又要一笔钱 搞不好那里的法院都被买通 只能眼睁睁认赔一千多万元 那时开出去的支票都是空投支票 当时是有票据法的 我就被通缉了 有一次跟妈妈拿着一堆票到法院撤案 结果一张没弄好被法警发现 我发现那法警顿了一下 就去打电话 于是我就跟妈妈讲 你在这里办 我要赶快逃 在他来抓我钱 我就逃走了 而就在剪场走投无路的时候 碰到了多年的老友张飞 在张飞的牵线下 剪场33岁才正式踏入演艺圈 从跑龙套开始做起 跟着张飞搭档上节目 一天可以赚三千元 一个月零九万 虽然他自认木讷不会说话 但是没有其他选择 小说到哪里去找这种工作啊 五年内拼死拼活的工作 终于还清了债务 而在演艺圈的磨练 也让他的演技获得了肯定 还遇到了小17岁的老婆 有了幸福的家庭 走过这些风风雨雨 他人生中最感谢的人 不外乎就是当年拉他一把的张飞了 目前剪场和老婆李怡君结婚 已经超过20年 并育有一个女儿 夫妻俩虽然相差17岁 却没有因此造成隔阂 反而是人人称献的甜蜜伴侣 谈到婚姻始终保鲜的秘诀 剪场大方公开 就是把老婆当成女儿宠 老婆最大 老婆讲什么都是对的 虽然是老夫老妻 但剪场和李怡君始终甜蜜蜜 晚上一起吃晚餐 有空一起打打麻将 日子虽然平淡却很幸福 剪场现在十分注重身体 认真管理健康 他笑说 和太太年纪有差距就努力补上去 勤奋运动就是希望能陪他久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 2018年 李怡君上华视节目 综艺非常赞 带来多首经典歌曲 却被主持人张飞问到 他与剪场的独生女女儿 常相出众 身材高挑又有才华 忍不住质疑 剪场怎么可以生出 这么优秀的孩子 笑问 剪场有没有怀疑过 孩子不是他的 没想到李怡君近爆料 其实我也怀疑过 因为我是做试管婴儿 事实上 李怡君结婚后 李怡君表示 孩子怎么样都好 只要不变成社会上的负担就可以了 对此 张飞笑回 是不要变成你的负担吧 近日 据媒体报道 女儿已经进入到伯克利英勒学院就读 身材高挑又富有才华的她 一直被爸爸小心呵护 虽然只有女儿要念书 但是夫妻二人还是一起飞到美国 打算照顾孩子的起居生活 不过 剪场因为不习惯美国的生活 才住了不到一个月 马上就回到台湾 她在节目上笑说 因为美国什么都贵 一碗面要三 四百台币 小费就要八块美金 吃汉堡加个饮料也要十块美金 什么都贵 直呼受不了 在美国生活有所不满 对女儿在美国的学业也有话要说 在瘟疫还没爆发前 女儿总是趁着放长假的时间 回到台湾度假 剪场笑说 她在学校的成绩很好 老师还在美她 不过话风一转 直言在美国读书根本就没在上课 那叫读书吗 放个暑假五月就回来 一放三个月根本是在度假 直呼女儿去美国上学后 或几乎都在放假没上课 能读出一朵花吗 我也不知道 事实上 送女儿出国一趟 该花的钱也不少 像是学费一年就要近两百万元 加上吃饭 消费所需 还有每个月十八万元的房屋租金 一年就要花掉几百万元 也难怪剪场对于女儿能不能学到东西非常在意 走过这些风风雨雨 剪场表示她人生中最感谢的人 不就是当年拉她一把的张飞了 而这也令人难以想象到 每次在荧光幕前都笑笑的剪场 背后竟然有这样一段心酸史 但好在如今的剪场已经衣食无忧 家庭幸福美满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 或建议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